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日航的奇迹》 那大家可能看过一些道胜和夫的书 比如说《活法》《干法》 大家对道胜和夫应该是比较了解一些 特别是对于企业的运营管理比较感兴趣的这个读者 那今天我们讲这本书的话 《日航的奇迹》其实不是道胜和夫写的 但是这本书和道胜和夫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因为主要是讲他在日本这个日航期间 怎么去拯救这家企业的 那作者的话叫大田佳人 他在1954年的时候出生在路尔岛县 大家知道这也是道胜和夫出生的地方 然后1982年的时候在立命馆大学毕业 这是一个普通的大学 当时他主要是为了节约学费 所以读了一个普通的学校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自己勤工俭学 然后去美国交换了一年 在大学毕业八年之后 1990年去乔治华盛顿 也是道胜和夫这个企业 支持他去读了MBA 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他长期担任道胜和夫的秘书 在日航的重建的过程当中 也是董事长助理 主要是负责一时改革工作 这工作我们听起来有点陌生 那这本书的话 因为作为一个日航重建的一个亲历者 所以他写了很多道胜和夫 真正在日航做了什么事情 道胜和夫大家知道 第一个是他创办的两家企业 第一家叫金茨 然后第二家叫日本第二大通信公司 这两家企业先后都成为世界500强 然后金茨更是50年没有亏损的记录 所以道胜和夫在商业当中 他的成就肯定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道胜和夫在40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做他自己的哲学推广 他经常也把自己的哲学叫philosophy 但是和我们说到那种哲学家的哲学还不太一样 道胜和夫自己说哲学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 我每次在听到道胜和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对于道胜和夫在日航这段期间的经历 总是觉得特别感兴趣 特别好奇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一家倒闭的企业 重新带上正轨 而且让他重新盈利 我也经常想 如果是我给我这么一个任务 我能做到吗 把这个任务给你 能不能把日航给拯救过来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以后去职场当中 如果有一家企业濒临倒闭 那我们的孩子接手这个任务 对他来说 他怎么办 做哪些事情能够让一家企业起死回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很有意思 很好奇 道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拯救他 那当时虽然道胜在日航破产的时候 接手了这个工作 但其实媒体对于这个工作 对于这个日航能够重建是非常不乐观的 因为他在破产的时候 是2010年 他当时已经负债225.5亿 这是12年前的 256亿 所以真的非常惨 当日航公布他的重建计划的时候 当时媒体就是这种态度 他说日航重建计划根本不可信 因为日航在破产前多次公布重建计划 没有一次能够实现 从数据上来看 如果我们看一些数字 我们觉得日航重建的计划也是非常难的 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这个关于数据 从1962年以来 日本适用企业破产重建法的企业 一共有138家 其中59家都消失了 能够重新上市的仅仅有9家 最短也花了7年的时间 但是道胜他达成的这个成果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 2012年的2月 正式出任日航会长 日航重建的第一年 销售利润就1800亿日元 第二年超过了2000亿日元 创造了日航历史的最高纪录 然后在航空业的这个利润是非常低的 有些时候经常处于5% 但是道胜和服第一年就提出一个计划 跟所有的这些干部说 我一定要保持10%以上的收益 所有人都不相信 他说不亏钱就好了 竟然还要这么高的利润 你是外行 你根本不懂 航空业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呢 但是没想到第二年 他们真的创造了超过10%的收益 可见真的很厉害 那我们对这个日航为什么破产 其实也挺好奇的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坐过 日本航空的这个飞机 我自己大概坐过一到两次 因为有一次曾经去日本 然后直接飞这个美国加州 我的感受是在日航飞机上 无论从服务乘坐的环境 感受都是相当不错 我自己体验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这件事情 破产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有可能这家企业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本书 日航的奇迹这本书当中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当时这个企业出现的很多情况 确实是很头疼 因为我自己创业 到今年也是第八个年头 那每一家企业 其实创立之后 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它的效率下降 然后团队变得臃肿 或者官僚化 或者是流程化 那我举一些例子 举一些日航的例子 每举一个细节 我可能都想到了 我们自己企业经营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你的工作当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你的话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 道胜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小的细节 他说 日航经营状况 恶化到了破产的程度 但是各部门仍然想 从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预算 哪怕是一日元要增 一日元 大概相当于五分钱 为了用光预算 即使濒临破产 还在购买不需要的东西 这个企业这个船都已经成了 可是没有人在乎 就是企业亏了200多亿美元 但是下面普通的员工 那些根本就不需要东西 还在买 然后部门主管在开会的时候 都要争取预算 所谓预算就是花多少钱 大家都想多花钱 所有人的心里的想法都是说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预算 如果今年不争取 明年就没得钱花了 你看 每一个人都进入到一种自私当中 然后自私最后造成的一个恶果 是集体承担这个恶性的责任 企业破产了 破产就意味着 他们当时日行有五万多人 就都要失业 或者是都没有这份工作 都要减薪 可是呢 没有人能够去推动企业的这种善意和合作 或者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日行当时有一个至高的原则 就是安全 只要涉及到安全 谁都不敢减少预算 所以用在安全上的投资 再多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他们当时的围保费用 是其他航空公司的一倍以上 但是没有人敢减 就是一提到安全 所有的思考就停止了 说怎么办 你说能怎么办 这是最高原则 你敢减少钱吗 飞机不安全怎么办 你敢飞吗 出了责任你承担吗 对方就哑口无言 所以当时道胜告诉他们说 所有的安全围保的费用 要降低50% 要降低一半 员工全都不信 就不可能 谁敢动这个安全的问题 那以后出了安全事故 这怎么办 这一听就是外行 听起来似乎确实是很多事情不好搞 那日行当时也是薪酬最高的公司 五万多员工的平均薪酬 是全日空的一倍 比其他普通行业 普通行业的同龄的同学力的高出两倍之多 员工每年都要领六个月的总额的一个奖金 福利待遇也是同行无法相比 所以其实员工喜欢在日行 那些被迫离开日行 他们后来裁员大概一万六千人 所以还剩下三万多人 其实离开的人都觉得很痛苦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这份好的工作建立的前提是企业最后破产了 退休员工领取的退休金比全日空要高好几倍 但是有谁能够去减少他的支出 或者说当一个公司要减少他的薪酬的时候 能够不带来员工的怨恨吗 有谁能完成这种超级难的工作呢 如果你去到一家公司 你发现这家公司的支出过多 然后为了维护让公司的这个更加健康 你发现你要减下来 你能完成这工作吗 你能做到吗 那其实道胜接手在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 七十八岁去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并不看好 道胜能够将日行及死回生 很多人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金瓷是制造业 所以才成功 对于服务行业又是大型企业的日行 怎么能够适用呢 而我们这些内行都搞不好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人就跑过来说 靠精神论就能重建 真是让人难办 你看当时企业弥漫的是一种 极其消极悲观 然后这种消极悲观 还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傲慢 很有意思 本来说企业都破产了 应该每一个人都在反思 我应该做一些什么 让企业变得更好 但其实没有 企业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傲慢 比如说 有一些员工是这么想的 他说我们经营本来就是正确的 如果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日行根本就不会破产 管理者带着一种 精英意识 这种精英意识觉得说 日行之所以会破产 是因为比如说工会 员工不听指挥 不是我的责任 反正不是我的责任 管理干部 把自己和员工 看成是对立者 员工就是成本 标减成本 就可以出更多的利润 但是你会发现 当真正服务客户的员工减少的时候 然后企业的服务更糟糕 收入更少 进入恶性循环 我发现在我身边 比如说一些教育企业 很多人感到非常自豪的 就是他能够减老师的工资 把工资砍得又砍 我发现在有一些 这个教育类的企业当中 老师的工资 就是生存状况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这家企业却以此为自豪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觉得这是恶性循环 如果没有真正愿意去服务行业 服务这个学生的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安全感 或者一个老师不觉得自己生活是富足的 至少是公平的 那么这家企业是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绝对是没有希望的 那我在看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自己的企业 出现了类似的同样的情况 我应该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在读道胜的一些做法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有共鸣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一下 道胜道日行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能够将这家企业掰回来 第一件事情叫领导人教育 这本书的翻译呢 稍微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比较老气 所以他把这个领导人其实叫 或者他叫干部 他叫领导人 那我们在现代的话经常就叫管理者 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他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培训所有的管理者 包括高管 中层管理 高管 那首先当然从高管开始 他们当时做这个培训的魄力非常大 大家听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 你就会觉得是很惊人的 对全体干部实施领导人教育 每周五次 每次三小时 一天上班的时间就是八小时 那中间还要吃饭 还要休息 其中一半的时间都拿来做管理者培训的 每个月二十次学习会 二十次如果去掉 周六周日几乎只要上班 必须花半天的时间来接受教育 课前还要预习 课后要交报告 最后一次还要集体留束 要大家住一起 然后开这个小型的座谈会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管理者都反对 大家觉得说前线已经够忙 一线的工作者本来就很忙 像我们天天这种接受培训 又不参加具体的工作 员工肯定会抱怨 然后大家要住到一起 大家也不同意 本来说现在就没钱 还要花出预算来去找宾馆 然后呢 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竟然在宾馆里面开会或者闲聊 他们都集体反对 但是当时我们的这个作者 大天佳人呢 就坚持 必须每个月20次 必须每次三小时 必须参加 你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不做 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做 可可见啊 当时呃 就是他们把这种领导人教育 看得有多重要 那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你接手一个公司 你会做同样的这件事情吗 你觉得问题的最主要的地方 是来自于这里吗 你是会去呃 比如说去研究市场 增加营销 或者是找管理工 找这个管理咨询公司 还是去替换一些管理者 总而言之 好像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呃 我自己在想哈 就说 创业七年八年 第八年 那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 在前面一年两年三年 你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 那你的动力十足是充满激情的 当企业不断的往后走的话 它就会形成很多伤 我们叫就是混乱的程度在增加 摩擦力在增加 怎么让一家企业呃 焕发出活力出来 让每一个人都充满斗志 或者像创业一样能够真心的为公司着想 那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想到说 哎 有可能能够重新做一件类似的事情 很给我启发 那他培训的内容 其中有一条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叫做经营十二条 因为十二条比较多 我就栽选了其中的五 前面的五条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当时做管理者培训的这个内容啊 第一条叫明确事业的目的 以意义 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很虚很假 我相信在中国可能90%的公司并不谈这些工作的意义和目的 很少 大部分人的意义都是钱或者是上市或者分红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非常光鲜的创业的经历 我觉得在中间的时候也曾经动摇过我 我感觉别人做事情的背景 汇聚资源的方式 或者是创业的方法论都跟我不一样 而且看起来好像我选择这个方法比较笨 又慢又笨 然后又很寂寞 那我看到其他的企业好像成长的速度都很快 找了很多钱 过去这个七八年 其实也是我观察教育行业企业命运的一个过程啊 我现在想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创业者 我观察到什么样的事情啊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凡是找融资 凡是以上亿上市作为企业的最高目的 凡是因为钱而聚集一个团队的企业 最终他们倒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现在观察到的我身边 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是不是因为政策呀 疫情呢 不是 我不是提到的 除去这两点原因 所有那些因为钱 或者是把钱把盈利作为最高目的的 最少是教育类的企业 最后只有一个归宿 他们全都倒闭了 而且不是我们现在因为提到的这个政策的问题 这样的企业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因为钱根本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事业的目的 很多人觉得创业不都是为了钱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养活自己啊 在赚取自己生活所需的同时 我们需要一种意义 而这个意义就是创始人最重要的工作 你要给员工构建一个他工作 就他为什么要做这家企业 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奋斗 为什么要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叫关心影响改变 我们认为教育当中的关心太少了 我经常为自己的孩子在教育当中得不到关心而感叹 所以我每次看到教育当中没有关心的时候 我总是很愤怒 我在想我自己做一家公司 我起码能够保证的是在我这个公司 我的员工是发自真心的对学生是有关心的 然后因为关心让孩子有一点点改变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 虽然这是海洋当中的一滴水 但是这是起码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地方 我今天和战鲁的这一位老师陈老师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我在你身上是能看到一种理想主义的 他说这种东西是我真正找你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我觉得我就特别感动 确实是这样 就是当你创建一家企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种极其执着的理想主义 所以我刚才问一个问题 如果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 或者你自己创办一家企业 你能带领这个员工吗 你能让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跟你一起工作吗 你真的认为发钱给他们就能做得越来越好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样的公司没有太大的意义 或者这种事业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道胜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他具备一种能力 是他不断的在修炼自己 然后告诉你人生的方向 然后其他的人就都信了都跟随他 那我们之前看到的他是在其他两个公司 一个是金瓷 一个是在第二电信 那他来到第三家公司 是在他78岁的时候 他零薪酬愿意去改造这家公司 三万多人 每一个人都信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就是一个人很了不起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我们想一想 就是我们很担心自己孩子的这个能力 所以你孩子未来生活的好还是不好 什么叫能力 我认为可能技能 比如说他会英语啊 这些他会数理化这些是能力 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能力 其实是这个人的品格 如果他没有品格 他就没有能力 刚才的问题是 你的孩子接手一家这样的公司 他能够去挽救他吗 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能力 就是他是不是具有一种 无坚不摧的品格 而这种品格是需要小时候去培养的 比如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 他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善意的人 他是一个愿意合作的人 他是一个不怨恨的人 这些东西是来自于家庭 来自于家庭教育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过得好一点 那么应该小时候把这种东西直跟在他心里 不要让他变成一个自私的人 不要让他变成一个为了自己追求自己的目标 就无所不顾的人 就是没有顾忌的人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最终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差 第一个就是要让一家企业变得好 我们要去告诉所有的管理者 他们要做到一件事情 叫你要知道你做事情的目的和意义 一旦你找到目的和意义 其他的利益的分享 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每一个人在企业当中 拿多一点钱 拿少一点钱 根本不是你讨价还价得来的 所以很多人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该不该像老板这个要工资啊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当然知道大胆的要求 勇敢的表达你自己声音是多么重要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我20年的职场经历当中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我有没有吃亏的时候呢 应该是有吧 有些时候企业可能少付了我一点 有些时候企业又多付了我一点 所以我有走运的时候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 你能赚多少钱 是你在市场当中称重获得的结果 不是你争取来的 你没有办法争取到 比你价值更多的收入 从这个角度来说 问老板加工资 是一个很短期的行为 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行为 而且会破坏人和人间的关系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创业者 很多人把我叫老板 所以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似乎显得政治不正确 但如果从读书分享人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很诚恳的建议 最起码是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 教育 要去改造一个公司 第一件事情 要让别人知道 事业和目的意义在哪里 第二个叫设定具体的目标 设定具体的目标 比如今年 培训了一千个孩子 那明年我们想培训一千二百个孩子 这就是一个目标 如果只知道意义 只知道这个理念 但是却不愿意为此付出到具体的目标当中 那这个也是很可怕的 在招聘的历史上 也经常能遇到一些非常认同的人 非常认同 这里面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愿意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而且认同你理念的 还有一种是 只认同你理念 但是却不愿意吃苦的人 这样的人大概也占一半左右 我们每次见到那种拥抱理念 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点点谨慎 因为我们要考察他 你只是认同理念 这个美好的结果 这种美好的氛围 还是想真正为他付出一些东西 而这个付出其实是很辛苦的 很多时候 每天早上八点半就坚持成都 你知道八点半要成都 意味着你可能七点半 至少八点以前你就到了校区 365天每天都坚持 比如明天早上就带成都 八年之后 在周六的早上 依旧能够坚持 早上八点半之前就到校区 带着孩子一起读一篇文章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付出 真正难的 实际上是我觉得是第二点 你知道那个意义之后 你要设定具体的目标 然后还有这个 道胜有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理念 就是所设定的目标 始终与员工共有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当设定目标应该是 集体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目标 比如我们今天要开30家连锁餐厅 那哪怕是在这里 就是在第一家餐厅的人也应该知道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新增30家餐厅 只有当员工分享了企业的这些信息之后 员工才能够产生一种自豪感 或者产生一种行动的动力 OK 那一会儿的话 我还会详细讲 道胜为此所做的事情 第三条叫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要怀有能够渗透至潜意识之中的 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这个愿望其实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来自于自主 或者是来自于一种对意义的认可感 所以还是回到第一点 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 如果有了目的与意义 那其实愿望也就有了 第四条叫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这句话很出名 应该知道的人不少 大部分人都知道 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 坚持不懈的做好具体的工作 比如我们的孩子 大家都想成为好学生 都想成为优秀的学生 但是孩子和孩子之间 真正难的地方 分水岭在哪里 是不是 孩子愿意一步一步扎扎实实 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的工作 对吧 然后第五个是对于利润的追求 追求销售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 所以企业一定要节约成本 很多人 因为是创业者 我是CEO 所以我每次提到要节约成本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做老板的果真就是小气 但实际上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 它的核心的竞争力 就是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 去提供更好的服务 很简单 如果你不能的话 那你就倒闭 这是商业当中非常刚性的逻辑 当一家企业 不能以更低的成本 提供更好的服务的时候 这家企业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就是做慈善 或者是你自己掏钱支持这家企业 所以一个企业一定是 它能够付出更小的费用 那利润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 只要你能够做到前面两点 利润无需强求 追求利润的公司 一般都追求不到利润 我是很少谈利润的 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利润 惩罚过任何一个业务的负责人和管理者 很多管理 我觉得在这个日行的奇迹这本书当中 其实是能找到很多的共鸣的 特别强调放权 信任 强调激发员工的潜能 强调承担责任 然后强调工作的意义感 这些其实我在读 道胜的金银十二条的时候 会觉得说哇 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机构啊 很小的这个创业组织 但是其实和拯救一家五万人的公司 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能够让我看到自己的一些边界 或者可能性吧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道胜在日行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领导人教育 领导人教育最主要 其实谈的是什么 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 经营者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样的话 到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呢 大家就能理解企业是怎么做决策的 我给大家讲几个 道胜他是怎么做决策的 他怎么做决策 举第一个例子吧 道胜到了日行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决定他们是否要参加 另外一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联盟 大家都知道天河联盟 因为你们有时候应该东航吧 应该是天河联盟 那还有另外一个联盟叫环宇 因为日行破产了 所以当时天河就高价邀请 他们愿意出几百个亿 帮这个日行拯救过来 然后大家都在讨论 大家一听都特别开心 因为有一个航空联盟 竟然愿意花钱 那确实是更好 然后这个道胜呢 他当时就想 他就跟所有的管理者说 他说我们之前呢 其实跟环宇啊 都合作得非常好 现在天河愿意花这么多钱 拯救我们 当然是比较好的 但是仅仅是因为对方花钱 我们就抛弃对方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 这是不是从做人的角度 是不是觉得不合适呢 当然他怕团队觉得他很强势 所以他说你们讨论一下 就是从普通做人的角度 来考虑这件事情 能做还是不能做 如果你们真的要改的话呢 我也同意 最后呢 管理者和在一起 在协商 最后他们都一致决定说 我们还不改了 因为在过去 十多年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环宇 一直合作得非常好 对方也帮我们很多 我们现在不能看到 别人愿意花钱 我们就马上抛弃对方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跟人打交道 都能明白这些朴素的道理 但是到了大的商业当中 很多人就会忘记 这些简单的原则 所以道胜 你说他这个把日航拯救过来 用了很难的东西吗 似乎用的都是一些很朴素的东西 但是这些朴素东西 恰恰是很难坚持的 非常难坚持 比如道胜呢 在一家企业破产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咨询公司 会找到他 我自己在我身边观察 也会发现 有很多一些营收 特别好的一些公司 特别喜欢找咨询公司 他们总觉得咨询公司 能给他们提供很好的方案 但是道胜就说 一个咨询公司都不能找 所有的咨询公司 全部拒绝 为什么 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出现什么问题 你觉得别人能够帮你吗 很简单 就像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自己 比如阴影学不好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你也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 你真觉得这个老师 就能把你给改编过来吗 其实很难 对不对 我自己在商业当中 对于咨询公司 也是一直抱特别怀疑的态度 但是呢 总觉得是因为自己 级别不够高 或者是觉悟不够高 我现在读到道胜的时候 我一听 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觉得特别认同 然后第三件 让我觉得挺震撼的事情 在日行破产的刚开始的时候 道胜进入到团队当中 然后就有这个销售主管 给他报这个业绩 然后那个业绩 由于报的太不可思议了 一看就是假的 但是道胜却完全没有指出来 然后我们的作者 大天佳人就提醒道胜 他说你看这个数字 一听就是假的 肯定不是真的 然后道胜说 他说 骗我可能很简单 但是即使受骗 我也只能选择 相信员工 听这句话当时特别震撼 实际上当一家企业的执行力 特别差 人服一事 或者特别僵化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人和人之间 没有互相信任 大概仔细想讲 如果在家庭内部 孩子 父母不信任孩子 孩子不信任父母 都是致命的影响 亲子关系的一种毒药 只要你不信任对方 你们的合作几乎没有可能 在公司当中也是 如果你不信任你的上级 不信任你的员工 你要不就 你不要做这份工作 或者是换一个部门 因为这对你来说 这份关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当时在日行 就存在这个问题 人和人之间互相不信 甚至董事之间 还互相举报 特别可怕 他们在做这个 领导人教育的时候呢 最后一天要留宿 结果所有的人都说 哎呀我很忙 我要回去 最后被迫留下来 他们也就是他们日本的这种小的聚会 叫空板 开这种小的空板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说话 大家都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其实就意味着 人和人之间已经没有互信了 那要打破互信 其实不是靠命令 如果你在一个企业当中 你发现这些人和人之间 已经没有交流了 怎么办 强行要求他们互相交流 没有用的 真正的方法只有 你给他们示范 这种互信 南非的种族隔离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曼德拉去示范 他能够宽容那些 把他投入监狱的人 在监狱里面 对他很差的狱卒 他能够宽容他 他做示范 我的心里没有仇恨 你们的心里也没有仇恨 我能相信所有的人 道胜说 然后呢 员工才说 哇 他这样都挺信任我 所以大家如果从对错的角度 去分析 骗你也相信 对错都不分了 但实际上呢 其实信任 比被欺骗一次 更重要 我当时看到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是道胜 他的人生的阅历 或者他的自我思考 带来的一种人格的魅力 为什么他能够去拯救 这个三万多员工的一个公司 和他在一生当中 持续保持的修炼出来 这种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自己 希望自己的人生 稍微有一些成就 如果你希望自己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慢慢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呃 那你唯一的选择 就是你要不断的做自我修炼 让自己成为有一些 意义感 有一些人格魅力的人 对不对 啊 那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我们从第一件 说完之后 大家会有一些怀疑 就说 哦 难道就是谈谈这种理念 一个公司就改好了 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怀疑 就是 是不是我去一家公司 哪怕三万多人 聊聊理念 谈谈精神 最后呢 哎 这个公司就改好了 有没有这么简单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道胜 道这个公司做的一些 很现实的 很细节的工作 这样大家就能明白啊 就说 一个公司 就要谈价值观 同样也要谈 承担责任 比如如果只谈 关心影响改变 这三个字 那这家公司 不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公司 你要去谈 明天谁带成毒 谁检查孩子的作业 对不对 周一到周五 有没有人联系孩子 爸妈妈很焦虑 能不能找他来校区 跟他聊一聊 谁来安慰他 当家长有焦虑情绪的时候 谁能够做到没有情绪 能够能够让家长 觉得很有安全感 这些都是具体的工作 那在日行也是一样的 日行有很多艰难的 具体的工作 因为当时日行 其实亏损非常严重的 原因非常多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 每个人都要预算 每个人都要花钱 每个人都互相攀比 没有信任 员工的工资也非常高 这一切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变 除了改变员工的心态 价值观之外 接下来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叫数字化经营 所谓数字化经营 就是每一个月度 经营数据都要核算 当时日行 他们的这个数据 经常三到四个月才出来 然后当道胜说 每一个航线 甚至是一趟航班 都要单独核算的时候 下面的人全部反对 他不可能根本算不出来 这个跟工业产品又不一样 会计上有很多数据 根本确认不了 道胜当时说 我当然知道 你们在核算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 其实想办法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最后经过很长的时间 有一些比如说会计科目的调整 甚至花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最终他们就把每一个单独的项目 全部以独立的这个表格的形式 以利润表的方式 呈现给所有的该项目的人 分享给他 他们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为 阿米巴 就是每一个独立的小组 每一个独立小组的领导人 都担负起经营责任 团队的成员每天也看数字 对吧 你销售多少 费用多少 举个例子 当时日航呢 因为没有这些数字 没有人考虑到每一条航线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如果有一天航线呢 他在起飞前发现 其实上课率还不到三分之一 没人做这个航班 但是由于早就确认了这个机型 所以他们也只能把这个特别大的机型飞起来 其实中间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改行更小的航班 那这样的话 不仅不过不仅是邮费和其他所有的费用全部减少了 呈募人员也可以减少 但是当时日航的很多人就觉得说 哎呀 如果改了之后很麻烦 比如说廊桥的这个长度啊 机场的这些协调啊 都不一样啊 所以没办法更改 道胜去了之后 要求他们每一个独立的小组 全部单独合算 这样的话 他们就有动力去改变了 如果自己还用同样一班飞机去飞 你会发现他会花更多的钱 而且每一个员工都能看到这个数字 我大概在三年前和教育行业的一位创业者啊 就新课堂的陈磊老师也交流 他们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个 教育机构的阿米巴经营 那当时我其实思考了很久 这实际上是放弃了这种小组的阿米巴的形式 那到今天再次读这个书的时候啊 我心里在想说 可能还是有一点意义啊 所以有可能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的这个方向 也是实现真正的每一个单独的项目 每一个小组 然后让员工去分享数据 制定他们单独的目标 这样的话他就知道 我也是经营者 我应该为我自己部门独立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他们就能找到更多工作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启示 这是数字化经营 在盗胜进行数字化经营调整的同时呢 他们要求所有的部门全部去降成本 那之前的话这个成本呢 日行的人都觉得说 哇这成本还能降啊 已经降的不能再降了 那盗胜去了之后呢 就开始对所有的费用 全部一一的进行仔细的检查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举这个细节 比如说航空公司的空证人员呢 他们要下班之后 他们往往是要包车 或者是打租租车 回到宾馆 就是当日行要全员开始砍成本的时候 其中有一些员工 他就自发的想到 他说 其实有些时候也没有必要包车 或者打租租车 其实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种公共交通啊 就可以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就抵达自己的宾馆 另外之前的话我们都觉得我是日行的员工 所以我住酒店一定要住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后来他们发现 其实商务宾馆啊 普通的宾馆 比如我们我们看到的在国内 现在看到比如亚朵这样的酒店 其实也很舒适也很干净 我们这样一点级别 并没有让我们自己觉得生活很差啊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其实日行当时所有的费用都很高 那降成本的过程本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员工如果认同了这个目标 他们在降成本的时候 不仅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体验 反而会生出一种骄傲感 因为他觉得我在拯救这家企业 然后有一些很小的一些费用的一些节约 比如说有一个柜台的员工 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只节约了2000日元 2000日元可能相当于 20多少 100块人民币吧 这个换算应该差不多100块钱 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只能节约100块钱 人民币 那你要表扬他吗 当时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你别说了 你这个根本不重要 但是道胜就制止他们 他说节约2000日元的员工也非常好 因为每一件小的事情累积在一起 他就是帮企业帮的大忙 然后自从这个道胜在价值观企业的目标打通之后 发现很多员工做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前日行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机型的变化 就空中售卖这件事情吧 为了增加收入呢 往往让这个空乘人员在飞机上卖一些免税的商品 那这些免税的商品其实以前都是总部下达目标卖什么 然后空姐这些空姐其实他没有参与感啊 就是好卖不好卖反正推出去别人不买也行 但是后来进行单独核算之后 每一个航线的这个空中售卖的数字都可以反映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然后这些空乘人员去选择自己所需要卖的商品 比如说哎这个比如说这种手表 这种手链这种化妆品好卖 那就多进一些货 其他从来无人问津的就减少 最后发现仅仅这一个小的调整 日行的收入也增加了 而且员工的骄傲自豪感很高 因为是因为他企业才增加这个利润 那我们刚才我想讲几个这几个点 是我想告诉大家 很多人不仅有一些误解啊 就是对于我们很多企业管理也有一些误解 很多人对于道胜和富也怀有很多怀疑的态度 就觉得说哎呀 每个人都夸他很厉害 其实他有什么厉害 只是因为谈了一些精神和哲学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很空啊 所以我们总会从其他的方面去找一些理由 认为道胜成功的原因 可能并不如大家想象那么神奇 但是当你读到这本书你就会发现 其实道胜不仅仅是在企业当中能够改变人心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沉浸到所有的细节 就是既做那种抽象的管理 同时也做具体的运营 这是一个很中和 很全能的一个管理者的人才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如果我们持续的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 那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既要谈价值观 同时也要谈价值观之下的如何承担责任 然后每一个人都为姐承担责任 每一个人都享有承担责任之后 所带来一种骄傲感 自豪感和收益的话 那么这家企业他能够持续的往下去做 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这个企业管理方法 这本书呢除了在讲这个日航的整体的改革过程当中 在前面也花了一点点时间提到道胜和夫的一个人生的公式 给大家讲一下 那道胜 道胜这个认为人生和工作的结果等于能力 成语热情 成语思维方式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是特别有道理的 非常简单的浓缩了我们以前讲过的很多关于人生的原则 能力 首先要强调第一个 一个人的能力实际上是变化的 我们要其实是动态的看待我们的孩子 不要去认定自己孩子是一个普通人 是一个很笨的孩子 是一个学不好英语的人 这些标签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自己 所以能力是动态的 而且我相信一个人的能力其实是相似的 比如说日航有三万四千员工 这个三万多人 你觉得他们能力都很差吗 在破产前和破产后 他们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吗 没有 什么发生的变化呢 热情 他们真正投入到企业当中 愿意为他付诸努力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和其他的企业的员工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可能能力是相似的 要更投入 要更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这些是这个热情是怎么带来的 就一家企业怎么样才能激发员工的热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管理者的能力 然后第三个叫思维方式 作为个人来说 我们的能力可能是差不多的 你跟你的大学同学能力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吗 你们都同样考取这个大学 他的学习能力 他的理解力是不是跟你是很像的 但是热情是可以变化的 思维方式尤其可以变化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当你的思维方式是复制的时候 你的人生结果也是复制 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的能力其实要比我优秀的多的多 他们的天赋 他们的教育背景都要比我优秀的多的多 但是我发现 我身边有一些人很难在一件事情上 持续专注的去做 他们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机会 他们总觉得自己的能力 可以匹配更好的岗位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离开了我 但是我发现 不断的更换自己所做的行业 或者目标的人 其实最后你会发现 他的人生的结果很普通 非常普通 很平庸的人 因为持续在一件事情上做 反而能够感动一些人 所以就是一个孩子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很重要 道胜和夫他也回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他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之后 去了一个叫松山工业部的这么一个小的企业 当时这家企业也是濒临倒闭 非常非常破 然后道胜当时就天天想离职 他说回想那个时候 回想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 自己牢骚满腹 一心想要跳槽 思维方式是负的 热情几乎为零 如果你在看这个公式 人生的结果等于能力乘于热情 乘于思维方式 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付出的 你的人生结果也是付出的 想一想希特勒投入到这种杀害犹太人的事业当中 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 对吧 全球人都唾弃吧 如果你在偷盗的技术上不断的投入热情 施加你最好的能力 最后你的人生结果也不会很好 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这个公式去提醒自己 然后投入到正确的事业当中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大概过了25年的时间 回想这个过去的25年 虽然走了一些弯路 到现在来讲的话 整体还非常符合能力乘于热情 乘于思维方式这个公式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这也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核心 那为什么就是人就做不到好的思维方式呢 倒是呢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我举个例子吧 当时他们在 当时日航呢因为已经亏损了 所以有一个项目叫做航空的预备生 所谓航空的预备生 就是他们会招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然后不断的培训他们 有一天他们就成为飞行员 那么这些人从大学招募过来 他知道自己是要做飞行员 实际上是内心是很骄傲的 但是因为日航亏损 所以这个项目就必须停止 有50多个这样的大学生 他们就投入到比如说地勤 和其他一些工作当中 这些人在一边工作的时候 一边抱怨 因为他不喜欢 他的目标就是要做飞行员 那是很骄傲的 这50多个人就不断的散发负能量 后来道胜听了之后 就说来 你们把这50多个人召集到一起 我来跟他们谈话 当时这50多个大学生 都非常有怨气 所以会谈的时候 大家说话的语气也很有问题 道胜也很生气 在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五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他说你脑子有问题吧 你知道培养一个飞行员的成本非常高 目前企业经营困难 当然不可能恢复训练 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一个人在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只能想到自己 他会变得很自私 所以这家企业都要破产了 但他只是想着自己能不能成为飞行员 如果你不愿意培训我的话 不愿意花钱来培养我的话 其实你就是亏欠我的 那这个思维方式是很难改成说 企业既然这么困难 我也应该承担这个困难 然后让企业变得更好 最后我也是激动受益者 你看看这个思维方式怎么样导过来 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道胜和夫就说 他说人为因人有本能 为了维持生命繁衍种族 就必须要有食欲等欲望 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 就必须要表达愤怒 所以普通人不经意间 就会由正能量转负能量 我们的孩子也是 我们的父母也是 那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之间 互相的攻击 孩子跟爸妈妈说话很不客气 孩子的懒惰 经常出现在他们人生的各个阶段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做一个好的孩子 只要一万个拥抱和一万个亲吻 才可以倒就 也是这样吧 就在孩子失忆的时候 在他变得自私的时候 在他有攻击性的时候 父母要做的实际上 过去拥抱一下 他亲吻他 把他的善意 把他的合作 把他的奋斗激发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的孩子就能变成一个 积极努力向上的人 道圣自己也说 他说 我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的 做正确的判断 但是我要通过 不断的阅读哲学和宗教的书籍 加深思考 让自己更坚定 每日反省 检查有没有做错 道圣有一个六项精进 我觉得非常好 给大家读一下他的六项精进 有一些我们刚才 其实已经提到了 第一个叫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第二个叫谦虚 谦虚借交 叫戒除虚荣心 第三是天天反省 这个和这个曾国藩 实际上是一样的 天天反省 反思 第四 活着就要感谢 感恩 每一本书都讲感恩的重要性 感恩的对立面就是怨恨 如果你在一份关系当中 感觉到你怨恨对方 那你要想怎么样才能不怨恨 第五要积善行 私利他 怎么样从自私利己 变成我要利他 如果你不能给他人带来价值 你要的多少的价值都是无效的 即使你在短期之内要到了 但是你发现最终你会失去它 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收益 核心的原因在于我们能给他人 贡献多少价值 这个是反人性的 因为人性就是自己要自私 我自己要很多东西 但如果当你明白了说 我能给予多少 我才能得到多少的时候 这就是人性的升华 因为是逆着你的那些人性的 就是负能量来的 然后第六 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哇一听这个 我也觉得特别特别有共勉 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就每天有很多小情绪 这些小情绪 无非都是来自于自己失去了很多 抓不住 不公平 别人对我不好 或者沟通当中 觉得别人对我有态度 都是来自于内心的那个很小的自私 或者是很小的虚荣心 觉得自己要获得尊重 但却没有获得 所以人在被激怒的时候 人的烦恼就特别特别多 所以他说 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这六项听完之后 都觉得很有共勉 也读给家长听 最后道圣他说 人最高的境界就是 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 听起来这几个很简单 就是保持善意 对吧 没有私心 但真的容易吗 当我们给孩子提建议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而是为了孩子更好 对吗 当孩子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如果这个选择真心是能够让他开心快乐 我们能够全身心的去支持他吗 当我们和企业合作伙伴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给他人带来价值 或者我们的发心 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好吗 你是真的愿意成全他人 而放弃一些东西吗 两个同样的好的建议 你的建议和别人的建议一样好 但是如果别人建议能够采纳 你能够心平气和的放弃自己的建议吗 在企业当中 我们是不是相信 丛林法则或者争取才能获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没有发现你越争取的时候 好像失去的又越多呢 所以最后 当你活到了这种境界 叫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的时候 我觉得 基本上你的人生就已经非常顺利了 在看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反思自己 我有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至善 百分之百的私心全无呢 我觉得我还做不到 有些时候我可能还会有一些私心在里面 但是我能够看到的是 我在变得更善 或者变得更利他的时候 我得到了更多 我成为了一个获得更多更受益的人 所以反过来 我现在不断地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给他人带来价值 就像读书会一样 给他人带来价值 这是最重要的 在奠定着你到底能做什么样的事情的基础 那对于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要把这种教育告诉他们 这本书日行的奇迹 可能和教育和亲子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当你真正读懂的时候 你发现所有伟大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最重要的是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 去告诉我们人生的困境 如何可以逆转 这种逆转其实包含了顺境如何面对 是一样的 好的 谢谢大家